這些又開始錯到七彩,去到計算的情況 從頭到尾看一次,其實這都是Application of Law of Demand 要計算它的Reality Price 但其實我們現在看不到價錢的 所以你要記住,當我們加同一個成本上去的時候 對於Higher Quality來說的話 Higher Quality是相對上高質一點的 我們金額的Percentage Increase in Price 相對上是低一點的 所以如果跌下去由Q0到Q1的話 它的Percentage Decrease in Q都應該相對上是低一點 但如果Average那個,因為相對低質一點的物品 我們說你加的價錢就相對上加價是加得多很多 但對比起它的數量的話,跌幅也會跌得多一點 所以你就看,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計算 Percentage Change 即是哪個的跌幅會不會真的跌得多一點 那如果第一個是200的話 如果第一個,它問你哪個是inconsistent 即是哪個不適合它上面的Logic 那就先計算一次 新減救除救的話 如果這兩個的話,對於Higher Quality來說 就是200-1000 新減救再除救 新減救再除救 200減1000 再除1000 剩100 即是跌了差不多80% 我計數機真的不行 我看不到那些位置 我只剩下一兩度 那再下去,如果看旁邊就逐個逐個試它 那這邊跌80% 所以相對上是跌得低一點 那應該說就是要假 如果跌得厲害一點 可能跌120%這樣才可以 那來判斷 那來第一個數 這個就是先試450 即是450 就是-2200 再除2200 再除2200 那另一個你再試數 就是試100 那450 減2200 那如果是450 那個呢,我試出來的話 第一個450 它就是跌著 79.5% 那所以不行啦 inconsistent 這個應該跌得厲害一點 那所以第一個不行 那就是第一個選擇 一定會是答案 那就是你選A 或者選C 那再下去 就試500 100 減2200 除2200 除2200 第二個 都是跌 說的是跌 嘩,還跌得少一點 跌這個 77.3% 就是跌得少的 那不是不適合那個概念 所以第二這個都錯了 所以你最後12條 應該要選的答案 就是選C 43% 只有43% 是對的 那如果你試完第三個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如果你試第三個 就應該是400 減1000 除1000 那就是跌60% 那接著旁邊 850 再處2,200 那它就跌61%左右 那就是相對上 那它的%的decrease 那個數呢 是跌得厲害一點的 那這個就是Consistent 就是合負了 那所以應該答案就是C 12條 那這些數是難一點的 但是你是要 放些時間下去計的 那也都看到 其實就是因為 涉及計數呢 就 大家的數都是很恐怖的 A是15% B是20% C是4是3% D是20% 就是很明顯你看到撞 那但是你是要逐個逐個 減全的 那所以就 沒有辦法的 這一隻 OK 如果你不想試數 或者你有其他快點的方法 你都可以再 嘗試一下 WhatsApp 或者提出 我好像這個方法 難一點明白 令到你們 有一個再快點的方法 那你再告訴我 那我都可以再告訴大家 所有人 那等大家再做多一點 記住他這個show出來 給你看 這個是數量 來的 那所以你要小心點 那 我都會再想一下 其他方法 教大家 試一下不要用這個percentage 的方法 你給我機會 我再試一下 給他們 想一想 就是這樣 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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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